本人善解人意 是哪些犯人病 真不知道大哥 我只知道没有毒 我只知道没有毒 因为有毒的植物 我会去山上去看见 看见我就会砍掉 而且我们这边 基本上不长的人 有毒的植物 像湄公藤这些 在我们这边它不生长 有哪些野范我知道 但是它采没采到 我真不知道 山上开哪些范 我肯定知道呀 说来听听 从春天开始 春天 你看这里就尝着考证担分 春天有野油菜 是最早的 然后油菜完呢 是那个七里香 七里香 就是不知道学面叫啥 七里香 七里香完了 有那个 桃花这些不算啊 桃花是没有蜜的 然后完了就是那个 七里香完了是啥来着 刺春 刺春开 然后过了才是范花 范花过了 板栗 板栗就到五月了 这是属于就是大展的地园 然后板栗开发的同时 防火树我们这边也在开 过了就是五辈子 然后葡萄荫 五辈子过了就是葡萄荫 葡萄荫开了一碗 然后还有就是 像苗桃啊这些花 大概就是这些 野草的话的过程草 要每样说全跟说不全 这属于比较大的范园 蜂蜜每个月 对啊 只要天晴晴天 它都采灭 只要是晴天 不下雨 它都采灭 就是现在 现在其实再过一段时间 那个千里光就开了 千里光开 其实蜜蜂也能采 但是温度低 它就采不着 这个红温度有了 下雨的话它不采 下雨就越红不大火 只要天晴 只要有花 它都大火 那么就要清晰 我们下雨 就要是 这边看 上雨 就要再有 我们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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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